同学们好 我们上一讲给大家把发电机的电磁功力的集中表达形式呢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那么我们书上的第六章的内容 我们在上两讲当中呢 给大家把主要的内容介绍了 在我们书上的第六章 它主要是介绍了一个电力系统的稳定的 稳定问题的概述 以及各元件的集电特性 那么在这个第六章里呢 我们把稳定问题 它的分类和稳定问题 主要是研究什么内容呢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另外呢 各个元件的电磁特性呢 它的集电特性呢 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了是发电机的集电特性 发电机的集电特性 那么发电机的集电特性呢 我们首先把发电机的它的机械特性 也就是它的转子运动方程式呢 给大家做了推导 最后呢 给出了大家这个转子运动方程式的两种表达的形式 那么最重要的呢 我们讲到在后面我们要用到呢 就是把转子运动方程式呢 写成状态方程的形式 也就是我们书上的6-12这个公式 那么在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发电机的它的电磁功率 那么对引极极和突极极的电磁功率呢 我们分别做了介绍 也就是呢 把简单系统的一个发电机 引极极是它的公角特性 那么它的电视呢 用空载电视表示 用站台电视表示 用XD一撇后的站台电视表示 以及呢 用发电机母线电压恒定表示 那么包括那个 那个突极极 引极极突极极的这些表达形式 我们都给了大家 这些呢 那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这个第六章里面的 在我们讲解的这个里面呢 是第六章里面的第一节和第二节 在书上呢 在我们的书上呢 就是 在我们的这个书上呢 就是书上的 也是第一节 第六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 第一节和第二节 那么在第二节里呢 我们的书上呢 还给了一个发电机功率的 一般的表达式 一般的表达式 这个一般的表达式呢 它主要是对于 这个有多级系统的时候 一个复杂系统 接了很多发电机 就不是我们的单级无穷大系统 那么也给出了 它的电磁功率的表达形式 这一部分的内容呢 我们就不要求了 我们不要求了 那么另外在我们这个 第六章的书上的 第六 这个第六章的 第二节里面还有一个电视变化过程的方程 就我们前面给大家的这个电视呢 都是恒定 空载电视恒定的时候 我们得到它一个公角特性曲线 那么一撇恒定的时候 给了一个公角特性曲线 那么发电机端电压 也是恒定的时候 给了大家一个公角特性曲线 那么实际系统当中呢 由于这个 呃 站台当中呢 有自动这个 这个粒子调节装置 对吧 那么会使得这个呃 通过粒子调节装置的变化呢 会使得 这个发电机的电视呢 它是随时间变化的 那么因此呢 有一个电视变化的方程式 这部分的内容呢 我们也没有做介绍 对吧 也不作为一个 基本的内容了 那么我们课堂上 给大家讲的呢 是我们要求大家 掌握的一些基本内容 那么在第六章书上的 第六章的第三节 自动粒子调节系统的 作用原理和数学模型 那么这个呢 我们都没有给大家介绍了 没有给大家介绍了 因为你在考虑这个 自动粒子调节方程的时候呢 那么它用到了很多发电机的 这个基本方程 那么我们在第二章里呢 对发电机的基本方程呢 没有做解释 因此这部分呢 我们也不要求了 这部分我们也不要求了 它实际上呢 也就是根据 自动粒子调节装置的变化呢 那么引起了这个 电视的变化 那么关于这个 自动粒子调节装置的这个呢 我们不作为我们的重点 但是呢 希望同学在有时间的情况下 最好看一下 对吧 你能看懂多少 看懂多少 知道这个自动粒子调节装置 它对发电机的电视 是怎么影响的 那么也就会将来 对这个自动粒子调节装置呢 它怎么在这个电力系统的 静态稳定和站态稳定里面 起作用 就会有一定的帮助 对吧 这个呢 我们希望大家自己看一下 对吧 然后这个符合的特性 符合的特性 符合的特性里面呢 也是一样有符合的机械特性 和它的电磁特性 那么它的机械特性呢 就是一部电动机的转子的运动方程式 它也有个转子的运动方程式 它的推导的方法呢 基本上呢 跟我们推导转子运动方程式是一样的 那么一般呢 我们在简单 就是单机无穷大系统 对吧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实际在稳定问题里 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的单机无穷大系统 在单机无穷大系统当中呢 一般呢 我们都没有考虑符合的作用 如果是在复杂系统当中 我们考虑了符合作用 因此呢 我们这部分呢 也不做要求 这部分也不做要求 那么第三节的第五 第六章的第五节 第六章的第五节 是柔性输电装置的一些特性 那么对于这个柔性输电装置的 基本的原理 基本的原理呢 我们在这个电力系统稳态一的最后 给大家介绍了各个原件的基本的特性 当然对它的一些这个电磁攻略等等这些呢 我们没有做详细的介绍 但是这部分呢 我们也只要求大家掌握这些 所以我们在这也不介绍了 那么这样呢 就是说在这个我们书上的第六章 那么我们要求大家主要的 重点的一个是对稳定概念 大家要有清晰的认识 要搞清楚电力系统到底什么是稳定问题 稳定问题分哪几类 那么我们用单 会用单机无穷大系统来分析 为什么会有稳定的问题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呢 就是对转子运动方程式要有深刻的理解 转子运动方程式里面的这个惯性时间常数的物理概念 这个我们在上一两节当中呢 也给大家介绍了 转子运动 转子的这个它的惯性时间常数呢 实际上呢 就是它加一个单位转据 从它在零状态 或者说我们加一个额定转据 对有名指表述就是额定转据 它从停止状态 那么到它达到额定转速的时候 所经过的时间 那就是它的惯性时间常数 这是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但它的本质上呢 实际是反映在这个 发电机本身的惯性时间常数 而不它的那个转动惯量 它转动惯量大 惯性时间常数就就长 那么就大 那么另外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机械角呢 换成了电的角速度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电角速度和data公角的关系 对吧 那么首先呢 我们从功率的差 可以得到我们的角速度的变化 然后根据角速度变化 我们又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转子的data角的变化 那么我们后面呢 在分析要定性的来分析 这个在发生这个故障 也就是发生大扰动的情况下 系统的公角到底随时间怎么样变化的时候 就要用到这个转子运动方程式 因此呢 这个呢 是基本要求的 希望大家能够掌握 那么第三个呢 这一章里面的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推导的各种 发电机呢 用各种电视和电压表示的 它的电磁功率 也就是它的公角特性 它的有光功率和data角的关系 最主要的是 大家要能够求出来它的 这个最大的功率极限 我们也给了例题 通过例题呢 告诉大家 怎么根据正常情况下 把发电机的空载电视 站台电视 那包括xd后的电视 以及发电机端的电压 怎么来计算 计算出电视以后 我们如何来计算 它的这个电磁功率的最大值 对吧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对这几个 呃 用这几个不同的电视表示的 公角特性 做了比较 比方说是我们最后得到的结论 就是如果我们发电机的端电压 发电机的端电压 等于常数的时候 它的公角 也就是它的功率极限呢 是最大 功率极限是最大 那么我们用空载电视表示 它的功率极限是最小 那么像这些 要要求大家 尤其会算 要会算这个 那么另外呢 要对它的概念呢 从概念上加以理解 呃 那么对于 对于自动粒子调节装置呢 它的 对这个电视的影响 我们没讲 那么我们希望 有这个 嗯 经历的同学 有兴趣的同学 那自己可以把这部分看一下 剩下的 我们书上第六章的内容呢 我们都不是我们的基本要求了 对吧 那么你有时间可以看 没时间呢 我们就 你可以不看 对吧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开始给大家介绍 我们书上的第七章 电力系统的精彩稳定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 呃 我们的课 我们的PPT当中呢 我们是 第六章的第三节 就是简单电力系统的 静态稳定 我们在前面呢 在讲稳定问题的时候 已经给大家讲到 我们稳定问题呢 我们重点分析的 就是电力系统的静态稳定 和电力系统的 站态稳定 那么我们首先呢 要给大家 第一个呢 就先给大家一下 电力系统静态稳定的 基本概念 什么是电力系统的 静态稳定 呃 我们研究的这个对象呢 还是一个单机 无限大的 简单系统 就是当发电机的 B磁系统呢 它通过自动调节装置 能够保持这个 呃 EQ恒定的时候 那么发电机的 输出的有功功率呢 就是达尔塔角的函数 而这个呢 我们在上节课呢 已经给大家推出来了 这个公式 那已经推出这个公式来 那么这个 XD Sigma呢 XD Sigma 就是发电机的 它的这个同步电抗 低轴的同步电抗 加上这个发电机和 呃 无穷大系统之间相连的 原件的电抗 然后我们把它 也就是说呢 下面这个值呢 它表示的是 发电机和 无限大母线 之间的 直接相连的电抗 这个U呢 就是无限大母线的电压 EQ呢 就发电机的电视 这个我们在上节课 给大家推到了这个 如果我们忽略了 发电机内部的功率损耗 假设我们忽略 发电机内部的功率损耗 在某一种运行情况下 发电机的输出 输入功率呢 是PT 也就是它的机械功率 输入的机械功率呢 是PT 那么发电机的输出的 这个功率呢 是PE 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呢 PT呢 等于PE 这个我们要保持系统呢 大家都在同步状态下运行 那么每一台发电机的 输入的功率呢 一定要等于输出的功率 那么这时候的运行点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用这个图来看 这是一个三印函数 也就反映了呢 我们这个公式 就反映了我们这个公式 这个最大值呢 就是这一点 它的最大值呢 就是达尔塔等于90度的时候 对吧 这个地方 达尔塔等于90度的时候的最大值 那么其他的这个呢 就是一个三印函数 对吧 就是说 我在不同的这个达尔塔下呢 我可以得到不同的这个辨词功率 所以它的这个纵坐标呢 反映的是有功功率 它的横坐标呢 反映的是我们的达尔塔 那么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 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 电磁功率 电磁功率呢 是这个正弦期限 那么机械功率呢 如果我们不考虑调速器的作用 不考虑调速器的作用呢 那么它就是一条直线 是一条直线 这个直线呢 因为我们讲的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 要保证它的输入的功率和输出的功率平衡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机械功率和我们电磁功率平衡呢 有两个点 它们两个相交的时候 有两个点 一个点呢 在A点 一个点呢 在B点 就是我们正常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保证输出功率和这个输入功率相等 那么就是我们的电磁功率曲线和我们机械功率曲线的交点地方 那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到 它有两个点 可以看到两个点 在这两个点上 电磁功率和机械功率呢 是平衡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两个运行点的特性 这个呢 就是我们用一种这个小干扰的方法 用这个物理概念的方法来分析 我们电力系统静态稳定的一个 比较直接和明了的一种方法 我们为什么说它小干扰呢 就是说呢 当你外界的干扰使得它 使得这个达尔塔角呢 偏离正常运行点 有一个达尔塔 但是这个达尔塔比较小 我们现在讲呢 小嘛 那就是说它 你不能说这个干扰非常大 一下子让它呢 从这一点呢 一下跑到这边来 超过90度 那这个这种干扰 就不是小干扰 如果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不能用这个方法来分析了 当然后面我们会给大家 所谓小 小呢 就是说我们把一个非线性的东西 我可以在它的正常运行点 把它线性化 我可以在正常运行点 把它线性化 那么这样就要求你这个小的干扰 要很小 在很小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够用泰勒公式把它展开 既然你要把它线性化的话 才能够把泰勒公式展开以后的 二次项才能够把它去掉 才能把二次项去掉 这样呢 才才变成了一个线性部分 那么我们现在呢 先就先不说这个 就是说我们先呢 知道呢 我们给一个小的干扰 这干扰不能太大 对吧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你这个干扰一下子 不能都超过90度了 那这个就肯定不行了 就说我们这干扰呢 还是在它的运行点的附近 还是在它运行点的附近 在运行点的附近呢 有个小的波动 好 那么我们先假设 我们先假设呢 这个调速器不动作 调速器不动作 那么调速器不动作的话 那么它的这条直线 就在我们分析的过程当中呢 输入的机械功力呢 一直是这根直线 那么在A点运行的时候 如果呢 这是个小的扰动 使得我们的达尔塔呢 增大 也就是说呢 有一个扰动呢 使得这个达尔塔达尔塔呢 大于零 达尔塔达尔塔大于零 那么我们从这上面看 本来的运行点呢 在达尔塔A这儿 那么当有一个小的扰动以后呢 就使得它的扰动点呢 到了这个达尔塔A一撇这一点了 因为这地方的数字太多 我们达尔塔A一撇 没有把它写出来 但是这地方我们看到是A一撇 所以呢 它就运行到了达尔塔A一撇这一点 到了运行到这一点呢 我们我们看一下 这时候呢 机械功率和电磁功率就不平衡了 机械功率没有变化 机械功率没有变化 还是原来就这么多 但是呢 由于我们这个 在小的扰动下 达尔塔A呢 运行到达尔塔A一撇以后呢 电磁功率呢 这时候的电磁功率 因为电磁功率跟达尔塔是 是达尔塔的函数 当达尔塔增加的时候 它也就增加了 按照三音函数的关系 它就增加了 增加以后呢 这时候呢 就出现了电磁功率呢 它是大于机械功率的 电磁功率大于机械功率 那么很显然电磁功率 大于机械功率 也就是说呢 我们输出的功率多了 但是输入的功率小 那么这时候呢 发电机呢 它的这个转速一定下降 转速一定下降 也就是说呢 在这点运行的 在A撇运行的时候 发电机的转速呢 Omega呢 要小于它的同步转速 Omega0 小于它的同步转速 Omega0 就是在这点运行的时候 它是正常运行方式 那么机械功率 和电磁功率是平衡的 那么因此呢 它的速度呢 就是我们同步速 就是Omega0 当你到了这个A撇以后 到了A撇以后呢 实际上呢 它的这个功率呢 已经是变小了 那不然它的转速呢 就变小了 它电磁功率大了以后 它转速变小了 所以Omega呢 是小于Omega0的 那么由于Omega减小 由于Omega的减小 那么达尔塔角呢 自然减小 它转速慢了 无穷纳姆线的这个转速呢 还是Omega0 但是我们的发电机的转速慢了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这个Q轴呢 相对于那个 无穷纳姆线的速度变慢了 一个孩子快一个慢 那么就达尔塔角自然 就开始减小 达尔塔角一减小 达尔塔角一减小 实际上呢 它的电磁功率也就减小了 电磁功率就从A这一点呢 就角度从这一点呢 往这边移动 就是从达尔塔A一撇呢 移到这个达尔塔A 那么电磁功率的运行点呢 就从A一撇呢 到了这个A 就到了A 到了A这一点呢 电磁功率和机械功率又平衡了 到了A这一点 电磁功率和机械功率又平衡了 但是呢 由于它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发电机是一个旋转的机械 它总有一定的惯性 到这一点呢 虽然 虽然你的这个电磁功率 它是平衡了 但是呢 它由于它的这个转 它的惯性的作用 使得它的这个 呃 这个角速 就是它的角速度呢 还要小 因此呢 它就又要往下走一点 对 又往下走一点 只要过了这个A点 那么它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也就是说呢 机械功率就大于电磁功率了 对吧 那么机械功率大于电磁功率 这时候呢 相当于发电机的转据上面呢 又增加了一个加速度 那么又让它这个角度呢 又往回往回走 对吧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震荡 对吧 在这地方震荡一段时间以后 它就回到这个A点了 回到A点了 那么如果呢 我们不考虑这个发电机 有阻尼的作用 对吧 如果我们不考虑发电机 有阻尼的作用 那么也就是说呢 你有一个扰动以后呢 它的这个呃 就从A呢 A撇点呢 到A 然后又到这个A两撇点 又从A两撇点到A 再到A撇 就在这震荡 但是呢 我们的发电机呢 它总是呢 有阻尼 首先呢 发电机有阻尼绕阻 另外呢 发电机呢 它的这个 从突击发电 引机发电机来说 你在产生了这个 定子和转子之间呢 产生一定的 相对运动以后呢 它自己的本身会产生涡流 就会起到一个阻尼的作用 对吧 那么 它里面呢 也有电阻 还要消耗一部分 这个能量 因此最后 最终呢 它总是呢 稳定到这个A点 最后总是稳定到A点了 对吧 那么如果我们在相反的方向 有一个扰动 就是我们初始的扰动呢 如果呢 是达尔塔的小于0 就是使得我们的这个 这个A 达尔塔A呢 运行呢 运行到这个达尔塔A两撇的点 这点呢 是达尔塔A两撇 对吧 运行到达尔塔A两撇 这一点的时候呢 电磁功率是小于机械功率的 对吧 电磁功率是小于机械功率的 那么因此呢 这时候机械功率比电磁功率大 发电机就开始加速 对吧 发电机就开始加速 那么这时候呢 发电机的这个 电脚速度呢 就超过了它的同步速 Omega就超过了它的同步速 超过同步速呢 那就相当于它要 转子要转得快 转子转得快呢 达尔塔就增加 达尔塔增加 这时候呢 这个发电机的运行点 就从A两撇呢 向A运动 向A运动 那么同样 由于转子的惯性 它也是这样 来回运动 考虑到发电机有阻尼以后呢 那么它的震荡的幅度呢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最后稳定到A点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以看到 只要在正常的运行点A 有一个小的扰动 在它的运行点附近 有一个小的扰动的时候 不管你这个扰动 使得达尔塔脚增大 还是达尔塔脚减小 它最后呢 总能恢复到原始的运行点 它总能恢复到原始的运行点 因此呢 我们说呢 这个系统呢 在这个A点运行呢 是稳定的 A点运行是稳定的 下面我们再看 它在B点运行 我们再看它在B点运行 在B点运行的时候 如果我们呢 在B点这个运行点的附近呢 有一个这个达尔塔 达尔塔大于0 达尔塔达尔塔大于0 就是有一个达尔塔 有个正的增量 达尔塔有个正的增量呢 它就从原来的达尔塔B呢 运行到了达尔塔B1撇 运行到了达尔塔B1撇 那么在这个达尔塔B1撇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时候发电机输出的电磁功率 它是小于发电机的机械功率的 电磁功率比机械功率大 就使得发电机呢 更转速 更加速 本来呢 有一个小的扰动 使它有一个达尔塔 达尔塔大于0 那么在这个机械功率 就是在它过剩转距的 是吧 过剩转距的作用下呢 它就更让它加大 更让它加大 那么因此它的电磁功率呢 就更往下走 那么A1撇呢 就沿着这个曲线 一直往下走 那么在它往下走的 这个过程当中 一直使 电磁 一直使机械功率呢 大于电磁功率 那么发电机就一直处于一种 加速的状态 那么它的这个 Omega呢 就不停的增大 那我们肯定可以看出来 在笔点运行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角度 有个正的增量 系统肯定是不稳定的 也就是说达尔塔角呢 随着这个T的变化 在不停的增大的 那么我们再看 如果达尔塔 在这个这个 B的附近呢 有一个增量 使得角度减小 也就是说呢 这个达尔塔达尔塔小于0 也就是说 它从达尔塔B呢 运行到了达尔塔B两撇的点 是吧 那么它如果运行到B两撇的点呢 我们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 在B两撇的这一点呢 电磁功率是大于机械功率的 电磁功率大于机械功率 那就使得发电机呢 它处于一种制动的状态下 等于输出的功率大 输入的功率小 那么它处于一个制动的状态 那么因此呢 发电机的转速越来越慢 发电机的转速越来越慢呢 它的公角 也就是它跟无穷大母线之间的公角 就越来越小 因此呢 它是从这个达尔塔比两撇这点 往下走 达尔塔比两撇这点往下走 在它运行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发电机的电磁功率是沿着比两撇这一点的 你的角度越小 电磁功率越大 越增加了这个电磁功率和机械功率之间的差距 也就是它加的制动转据越大 那么达尔塔呢 就越小 那么一直小 越过90度 它还是电磁功率比机械功率大 一直走走走走到这个A点了 它在平衡 达尔塔在平衡 平衡呢 因为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一直属于制动的状态 它有惯性 它不会马上就停在这一点 对吧 那么它要往下一点 往下中间呢 它又又又又又得到了一个 就是过剩的转据来 使它又增加又增速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部分呢 它就来回震荡震荡震荡 那么在阻尼的作用下 最后跑到了A点运行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发电机呢 它在这个B点运行的时候 发电机呢 它在B点运行的时候 那么它的这个 如果有一个达尔塔 有一个正的增量 它呢就沿着这条曲线 往下走 那么使得它的达尔塔角呢 随着时间呢 就不断的增大了 它就不稳定了 那么如果有一个负的增量 它还是不稳定的 它不能保持 它原来的这个运行点 而是跑到哪去 跑到了这个A点上去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 尽管有两个功率的平衡点 它只能够运行在B点上 而不它只能够运行在A点上 不能够运行在B点上 这个B点呢 是一个不平衡点 也就是说 不是不平衡点 是个不稳定点 对吧 不能够在这点运行 在B点运行的系统 就是不稳定的 对吧 好 对B点的运行呢 我们刚才就是根据刚才那个讲的 这地方我们也写了 这个我们也写了 当它有个正的增量的时候 机械功率呢 是大于电磁功率的 所以呢 它的这个转速是增加的 一增加呢 它从B呢 就到B点 然后这时候它减小 电磁功率减小 电磁功率越减 本来就小 现在越减小 那么这个达尔塔就越增大 达尔塔越增大 电磁功率越减小 达尔塔越增大 那么这么无限下去 那么这个达尔塔呢 就随着时间呢 就不停的就增加 那那这时候就失去稳定了 如果有一个负的 达尔塔达尔塔一个负的增加的时候呢 电磁功率呢 比机械功率大 对吧 那么这时候Omega就减小 那么这时候呢 这是应该到B两匹啊 这地方错了 这地方应该到B两匹 要到B两匹上 要到B两匹 那么 这时候电磁功率又继续增加 电磁功率增加 达尔塔呢 又开始 这个地方也应该减小 这个呢 从上面考过来 写错了 这达尔塔呢 应该减小 好 这个达尔塔减小 那么这时候使得我们达尔塔脚呢 又又减小 那么使得电磁功率又增大 那么达尔塔呢 继续减小 最后呢 它就从达尔塔B呢 最后运行到了一个达尔塔A上 它就不能 我们因为在稳定的定义里 要求的是什么呢 它呢 经过一定扰动以后呢 它要回到它原来的这个点 那你 你就没有回到你原来的点 在静态稳定的情况下 它必须回到它原来的点 那么你要不然就走 就飞出去了 要不然就回到别人的运行点 所以笔点呢 是 是不稳定的 笔点呢 是不稳定的 那么我们从这个图上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说的情况 这个图呢 是在A点运行 在A点运行 在A点运行的时候 当它有一个 达尔塔有一个正的扰动的时候 这个这是个时间 这是个时间 上面这个 这个轴呢 是个达尔塔轴 那么它有一个正的扰动的时候 就相当于呢 是这个电磁功率 大于机械功率的时候 那么随着时间的变化 它的角度就减小 减小 减到A这点 就我们说的 它因为有惯性 它必须呢 还要继续减小 还要继续减小 到某一点以后 因为它再减小的时候 它就受到了一个加速 因为再往下走的时候 电磁 机械功率就比电磁功率大 它就开始加速 一加速以后 你看它的角度又开始增加 然后呢 过了这点平衡呢 但是它由于 这个惯性的影响 它还要继续往上走 但是最后 它这个 这个这个幅度呢 就是这个 也就是震荡的幅度呢 就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最后呢 稳定在了这个A点 反方向一样 反方向呢 就是我们达尔塔呢 有一个负的 达尔塔达尔塔 有一个负的增量的时候呢 它就运行到A两撇点上了 那么这时候呢 由于呢 机械功率呢 比这个电磁功率大 所以它加速 那达尔塔就增加 随着这个呢 就增加 到这一点呢 又到了A点 但是由于惯性的作用 它还必须往上走 那么走到一个 最大的一点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 自动的转机起作用 就是让它又下了 这又回到了A点 那么但是由于 转速的这个惯性的作用 它又往下走 但是再往下的最大点 已经比这个最大点小了 那么就 最后稳定到了 这个A点 这就是我们分析 A点的图 A点的这个角度 随时间变化的图 那么经过一定时间以后呢 它也就稳定了 它也就稳定了 这个呢 是在B点运行 这个是在B点运行 在B点运行的时候呢 它初始运行点呢 这点呢 是达尔塔B 初始运行点 达尔塔B 好 那么 这个当这个 有一个正的增量 就是达尔塔 达尔塔有个正的增量的时候 它就从达尔塔B呢 就跑到了达尔塔B一撇 那么到了达尔塔B一撇以后呢 它的机械功率呢 总是大于电磁功率的 一直都大于电磁功率 因此它的这个达尔塔角呢 就是 一直上去 就非周期的 就失步了 非周期的失步了 那么随着时间延长 这个达尔塔角呢 就无限增大 当我们后面会给大家讲到 它也不会无限增大 它就会进入了一个 一步运行的状态了 好 那么 如果你有一个这个负的增量 达尔塔达尔塔呢 小于零的时候 它就从这个达尔塔B两撇呢 好 一直 因为这种情况下 它一直处于电磁功率呢 大于机械功率的情况 所以角度呢 随着时间呢 一直在减小 一直减到A点 减到A点以后呢 它有一个惯性 有个惯性 所以它还要往下 还要往下 那么到了这个负的 到了这个 就是A的 就是机械功率呢 大于电磁功率以后呢 它就开始受到一个 制动的 而且受到一个 加速的一个转据 那么它就开始回升了 角度就开始回升 回升 回升以后 过了这个A点呢 那么它又受到一个 制动转据 对吧 那么这段是由于惯性的作用 让它增加 那么它又开始下降 这样呢 最后呢 它这个幅度呢 越来越小 最后呢 它就到了这个 达尔塔A这点运行 就回不到原来的达尔塔B 这点运行 因此呢 在B点运行的时候 我们就认为 它是一个不稳定的情况 好 这是呢 我们根据图 我们根据图呢 分析出来 好 我们在A点是 这个稳定的 B点是不稳定的 那么我们也不能够 就是直接 就用图来一看 怎么样是稳定 怎么样是不稳定 那么我们必须呢 要根据它的本质的东西 实质的东西 来给出一个稳定的判据 对吧 那么我们就要 这样呢 我们就要分析 这个A点和B点的运行状态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A点运行的时候 我们从上面看 在这个A点运行的时候 当我们的达尔塔 达尔塔是大于零的时候 那么它的功率的增量 它的功率的增量 也是大于零的 对吧 那么 也就是说我们的电磁功率 你比方说 我们现在达尔塔呢 有一个正的增量 有达尔塔达尔塔大于零 那么电磁功率 是不是也是增加的 对吧 电磁功率是增加的 那么增加的功率 和我们原始的功率的比呢 我们比方用一个达尔塔PE来表示 这个达尔塔PE呢 也是大于零的 对吧 好 那么它在减小的时候 对吧 当你这个达尔塔达尔塔 减小的时候 我们把达尔塔达尔塔 当成负的 对吧 它是负的的时候 实际上呢 它的电磁功率的增量 也是负的 对吧 电磁功率的增量 也是负的 原来是这一点 那么现在减小了 它们两个的差识别是负值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用达尔塔PE去比上达尔塔达尔塔呢 它总是大于零的 就是我们在A点运行 只要在这个达尔塔呢 是90度左边这个区间里 它都满足这个关系 它都满足这个关系 都满足这个达尔塔PE呢 比上一个达尔塔 达尔塔 它是大于零的 对吧 那么我们看不稳定的这边呢 就是当你这个 这个角度的增量大于零的时候 但是它的功率 电磁功率的增量是负的 对吧 那么就变成达尔塔 达尔塔呢 它大于零 达尔塔E呢 达尔塔PE呢 是小于零的 因为它们两个的比呢 总是负的 好 它增加的时候 不是这个达尔塔 达尔塔减小的时候 但是它的电磁功率是增加的 对吧 因此它的方向呢 总是相反的 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在A点 达尔塔达尔塔大于零 达尔塔PE呢 也是大于零的 对吧 就达尔塔PE呢 就是它 现在在增加的这个 点上面对应的 这个功率和它初始功率的差 对吧 那么也就是 公角增加的时候 发电机的功率 也是增加的 在笔点 发电机的这个 公角是增加的 那么它的电磁功率 是减小的 公角是减小的时候 它的电磁功率 是增大的 对吧 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只要通过这个功率曲线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当这个系统呢 它运行于功率曲线的 上升部分的时候 那也就是这个达尔塔 小于90度的任何一点 那么系统呢 在小干扰下 都是稳定的 那我有一个小的干扰 它都是稳定的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 一个判据来表示它 达尔塔PE比上达尔塔达尔塔 我们让这个达尔塔达尔塔呢 去0 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曲线 在这个达尔塔 小于90度的这一部分 任何一点的变化率 把角度和这个的 和有功功率变化率 是大于0的时候 也就是比PE比上 比达尔塔大于0的时候 这个系统呢 就是稳定的 当你运行在这个 运行曲线下降部分的时候 你运行 也就是达尔塔 大于90度的情况下 系统呢 在小的干扰下 就是不稳定的 那么这时候呢 它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底PE比上 底达尔塔是小于0的 那么在这个 在这个0到达尔塔 从0到90度的范围里呢 达尔塔的增加 随着达尔塔增加呢 这个底PE比达尔塔的数值呢 是逐渐减小的 逐渐减小的 那么相应的呢 也就说明系统的 小干扰的稳定程度 是逐渐降低 到了达尔塔 等于90度的时候呢 系统的 就是它稳定和不稳定的 一个分界线了 那么也就是说呢 是达尔塔等于90度的时候 是我们小干扰 稳定的一个临界点 你在这一点的时候 有可能它就回到了这个A点 有可能呢 你要在这个运行的 有可能它能够能够稳定 也有可能就不稳定了 那么但是至少我们 根据它的这个三印的变化规律 我们知道 因为从这个底 PE比底达尔塔呢 我们可以得到它的一个数值 我们可以得到它的这个表达式 得到表达式 从这个表达式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它呢是等于一个 EQU除上XD Sigma Cosan 达尔塔 那肯定是在零度的时候 它的这个稳定度最高 最大 越接近90度 它就越小 越接近90度越小 如果我们把值带进去 到90度的时候 它就变成零了 就达到了它的这个零界点了 那么我们根据前面介绍的 我们就知道了 对于我们所讨论的这个简单系统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得的这个结论 只适合在单机无穷大系统 在单机无穷大系统里面 它的这个静态稳定的判据 就是 D-DataE比D-Data 比T-E比上一个D-Data大于零 这就是它的稳定判据 这是我们根据 刚才的用小干扰 就是在这个功率曲线上 功率特性上 我们给它一个小的干扰 我们分析出来 在曲线的上升部分 它是稳定的 下降部分是不稳定的 然后我们得到的这个 这个功率判据 那么这个呢 我们也把它称作 整部功率系数 那么它的大小呢 就可以说明 这个发电机的同步运行能力 也说明它的正 静态稳定的程度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只要在这个Data 小于90度的情况下 它都是正值 它小于90度的情况下 都正值 大于90度 就是变得负的方向了 发电机呢 在这个0到90度之间呢 我们都认为它是稳定的 当它接近这个90度的时候 它的值就很小 那它的稳定程度就很小了 就是说我们如果运行在靠近这个90度的地方 这个系统虽然是稳定的 但是它的稳定度就很危险了 如果我们要运行在接近90度 那么如果这时候有个小的干扰 如果我们这干扰是Data大于0的 那么它就变得不稳定的情况了 如果我们这个干扰呢 是Data小于0的 那它在稳定区 因此这点呢 是一个一般来 就是不能够运行的一个地方 对吧 但是它是它的稳定的一个极限点呢 是在这 就是Data等于90度的地方 我们就把这个Data等于90度呢 就称作静态稳定极限 对吧 就把它称作静态稳定极限 我们电力系统正常运行的时候呢 是不应该运行在接近这个稳定极限的 对吧 一定要有一定的稳定储备 对吧 一定要有一定的静态稳定储备 那么稳定储备系数呢 我们是用KP来表示 那这个KP嘛 就等于PM减掉P0除上P0 然后把它划成一个百分数 它是百分数 这个PM呢 就是我们的最大功率 也就是我们的功率极限 也就是我们三应曲线的 最大值的这一部分 P0呢 就是跟PT相等的 就是我们输入的机械功率这一部分 那么也就是说呢 它的最大功率 和我运行点的功率的差 再和我的这个运行的功率的比 那这就是称为它的稳定储备系数 对吧 那么我们国家有规定 对吧 我们国家有规定 就是我们国家的电力系统安全稳定 导则上规定 正常的运行方式下 对吧 正常运行方式下 KP呢 一定要大于15% 或者是20%以上 对吧 事故的运行情况下呢 PK呢 也要大于10% 你不能低下 这地方是应该是个破折号 就是那个折号 怎么也没显示出来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稳定储备系数 静态稳定呢 我们要求它 最后呢 我们要要求它的稳定极限呢 是有规定的 必须要运行在这个情况下 对吧 好 我们这节课呢 给大家把这个静态稳定呢 用这个 物理的 就是用这个小干扰的 物理的方法呢 给大家做了一些解释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用数学的方法来推导 我们的稳定判据 那么这节课呢 就到这